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今天的新闻报道以下的内容 小编今天带大家来认识柠檬 真的意想不到哦 原来好处这么多 你们真的充分利用柠檬了吗 后面有让你想不到的45种柠檬的用法 柠檬水等于血液循环加钙 有空就自己弄点柠檬水来喝喝 一颗柠檬要加10cc或2000cc的水 一个人喜好的酸度 自己调配 能不加糖就不要加糖 养生又美容 柠檬汁的好处 柠檬具有高度碱性 被认为是很好的治疗所有疾病的药 止咳 化痰 生经健脾 且对于人体的血液循环 以及钙质的吸引有相当大的帮助 其丰富的维他命C 不但能够预防癌症 降低胆固醇 食物中毒 消除疲劳 增加免疫力 延缓老化 保持肌肤弹性 并且克服糖尿病 高血压 贫血 感冒 骨质疏松症等等 根据美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维他命C和维他命E的摄取量达到均衡标准 有助于强化记忆力 提高思考反应灵活度 是现代人增强记忆力的饮食参考 研究中显示 由于血液循环功能的退化 造成脑部血液循环受阻 而妨碍脑部功能的正常运作 柠檬具有抗氧化功效的水溶性维他命C类的食物 因此一天一杯柠檬汁 有助于保持记忆力 且对身体无任何副作用 是日常生活中随手可得的健康食品 改善骨质疏松 柠檬中的柠檬酸能使钙液深化 并能熬合钙 可大大提高人体对钙的吸收率 增加人体骨密度 进而预防骨质疏松症 缺乏钙质是导致骨质疏松症原因之一 而预防骨质疏松症第一步是 先从改善饮食生活开始 就是常吃含维他命C丰富的柠檬 又橘类水果 基于柠檬对人体的血液循环 以及钙质的吸引 非常有帮助 此外柠檬之中的柠檬酸 还有抗肠炎菌 沙门氏菌 肠道出血性大肠菌 零负157等食物中毒菌效果 能减少人体内疲劳物质乳酸产生 达到美容效果 柠檬可说是女性的水果 因它能安胎 故称一目子 它又能美颜 因其柠檬酸能去斑 防止色素沉着 内服外涂均有效果 柠檬本身就是美容妙品 可以促进胃里蛋白分界母的分泌 增加肠胃蠕动 帮助消化吸收 在国外的美容专家称其为美容水果 认为柠檬汁可以截肤美容 防止及消除皮肤色素的沉积及适去斑 能令肌肤光洁细腻 所以 每晚睡前如果用柠檬片擦面部皮肤要持续 即能改善消除脸部上的油脂污垢和瑕疵 并且可以改善皱纹 用蛋白加柠檬汁来做面膜 可以紧敷及去除黄气 令人容光焕发 而且原来一星期至少一次用柠檬汁来按摩指甲 有令指甲坚固的效用 建议回家后可多喝柠檬水 请看柠檬的正确冲泡方法 1.将柠檬用硬毛刷彻底洗净 放进冰箱冷冻两小时 2.取出后切片每个柠檬切15-20片 放入密闭的容器中 3.放入适量蜂蜜依个人喜好 加入凉开水淹没柠檬片 盖好容器 置于冰箱中冷藏 4.隔天取出二片用温开水冲泡即可 这样可以把柠檬中丰富的VC激发出来 5.铜上 如是柠檬茶 则是加入温的红茶中 一个柠檬能喝一个星期左右 常喝能减少黑斑 雀斑发生的几率 让肌肤美白 它还有补钙 减肥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柠檬是一个用来杀死癌细胞的神奇产品 它比化疗强一万倍 它的口感是愉快的 而且它并不产生像化疗一样的毒副作用 它对囊种及肿瘤产生影响 这种植物被证明能够补救所有类型的癌症 比世界上通常应用 在化疗方面的化疗药物阿霉素产品好一万倍 它减慢癌细胞的生长 更令人吃惊的是 用柠檬提取物这种类型的治疗 只会破坏恶性肿瘤细胞 并不影响健康的细胞 有空就自己弄点柠檬水来喝喝 一颗柠檬大约要加1000cc或2000cc的水 一个人喜好的酸度 自己调配 能不加糖就不要加糖 养生又美容 建议多喝柠檬水 柠檬的功效 柠檬性温 胃苦 无毒 具有止渴生精 屈属安胎 舒治 健胃 止痛等功能力妙 调剂血管通透性 适合浮肿虚胖的MM 吸烟者要多吃柠檬 因为它们需要的维生素C是不吸烟者的二倍 柠檬热量低 且具有很强的收缩性 因此有利于减少脂肪 是减肥良药 柠檬能防止心血管动脉硬化 并减少血液黏稠度 热柠檬汁加蜂蜜 对治疗之气管炎和鼻咽炎十分有效 甘地润肺 酸的消渴 胎胃解酒毒 美白 润肤 降低胆固醇 冲泡剩余 可涂在面部治疗面斑 粉辣 柠檬汁 柠檬的43种用法 1. 把沾满柠檬汁的棉球或海棉放在冰箱里可以去除冰箱中的异味 2. 柠檬汁的甲可以控制血压 并且可以减轻泛晕和恶心的症状 3. 在炒圆白菜花椰菜的时候 加一点柠檬汁可以防止高温导致菜叶变踪 4. 柠檬可以将人从压力和消极情绪中解救出来 很多旅行家和探险家都会把柠檬奉为神物 因为柠檬可以在它们 可以在它们非常疲劳时重 心让人振奋起来 5. 菜斑有多味里面就有多少藏东西 用柠檬擦菜斑可以让切过大蒜 或者洋葱的菜斑焕然一新 6. 柠檬可以帮助一些呼吸问题 它可以化痰 甚至可以缓解病人的哮喘症状 7. 缓解关节炎和风湿病 因为柠檬是利尿的 在排尿的同时可以排出很多病毒和毒素 这样可以减少发炎的情况 8. 喝柠檬水或者柠檬汁可以预防肾结石 因为柠檬酸盐在尿液中可以阻碍块状结石的形成 9. 你不需要再请专业的橱虫专家火车买来 带有毒性的杀虫剂就可以保持厨房干净无虫 你要做的只是在门框和窗边上喷上柠檬汁 在小洞和裂缝上挤几滴柠檬汁 然后把切片柠檬放在虫子出没的地方 蚂蚁就再也不会以为自己在这里很受欢迎了 另外 4个柠檬与两升水混合用来拖地 蟑螂和跳蚤就再也不敢靠近了 10. 柠檬可以减轻自由基形成的老化现象 而且柠檬是健康琳卡的抗氧化剂 11. 把一茶匙柠檬汁均匀喷在水果和蔬菜上可以洗掉农药和沙虫剂和毒素 让你吃到放心的无公害食物 12. 柠檬有杀菌作用 嗓子发炎后如果用盐水漱口还是没用的话 那么试试青柠檬吧 13. 夏天垃圾桶很容易产生难闻的异味 将用剩下的柠檬片或者柠檬皮扔到垃圾桶的底部 异味就会消失了 14. 有时候苹果片切好没多久就变踪了 客人看着都不想拿来吃了 那么挤点柠檬汁上去 柠檬汁将苹果和空气割开后苹果就不会氧化了 同理 牛油果酱也是一样的 15. 我们每天吃的很多食物 中度带有防腐剂和人工香料 它们会留在人体和血液中 而柠檬可以有效的清除这些人体不需要的异物 是血液更加纯净 16. 觉得生菜有点疲倦了 扔掉吗 不 将生菜进入混合了半个柠檬汁的冷水中 然后拿出来放回冰箱 等生菜表面的水干了以后 菜会重新变得脆脆的哦 17. 柠檬可以为牙齦之血 还可以减少蛀 18. 把柠檬汁抹在皮肤老化形成的雀斑上 15分钟后洗掉 你就不再想要去买那些贵的要死的化妆品了 19. 将柠檬汁与水以1、3的比例混合 冲洗头发 然后在阳光下晒干 头发就会泛出油亮的光彩 20. 在干燥的冬天 怎样让自己的房间又香又有湿度呢 放一碗水在暖气上 里面加入柠檬汁 肉桂 丁香和苹果皮 不仅香味宜人 增加的湿度还可以让皮肤水水嫩嫩的 21. 不需要美甲湿也可以好好护理自己的指甲 将半个柠檬的汁与一杯温水混合 将手指浸在容易中五分钟后 再用刚才挤干了柠檬水的那半个柠檬皮仔细擦拭指甲 会让指甲看起来更明亮白皙 22. 用柠檬汁来回擦拭鼻翼可以导出毛孔中的黑头 用柠檬水洗脸可以去角质 晒伤后用柠檬水擦在脸上可以快速降温 23. 用柠檬水漱口可以有效地杀死口腔中的细菌 如果咽下去柠檬水还可以让口气长时间保持清新 做完柠檬水的口腔清洁几分钟之内 要再用清水漱口 因为太多的酸性也会伤到牙齿 24. 用柠檬水洗头可以去除头屑 将柠檬水洒在经常产生头屑的地方 然后再用一茶匙和一杯水的混合一冲洗 几次过后,头皮屑就不见了 25. 用切开的柠檬沾取食盐来擦大理石上 其他清洁物都处理不到的污渍 清洁过后要用清水把表面清理干净以防酸液腐蚀 26. 梅子采摘很有趣 但是留在手上的颜色 用肥皂和水都洗不掉 试试柠檬汁 将稀释的柠檬汁涂在手指上 然后再用肥皂 几次下来 颜色就去掉了 27. 将柠檬汁与小苏打混合 敷在手肘的干皮上 轻轻揉搓 几分钟后冲洗干净 再用橄榄油涂抹 你就再也看不到手肘关节处黑黑的死皮了 28. 前一晚喝了很多酒觉得宿醉很痛苦吗? 把柠檬汁加到茶里喝掉 让你重新清醒起来 29. 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感冒和发烧 柠檬对病情都会有帮助 至少西班牙人认为这是准确无误的 30. 白喉疫苗可以被柠檬所取代了 每一到两个小时 取一二十到一茶匙的量服用即可 因为柠檬可以更有效地打通喉管中的假末 31. 柠檬是很好的女性卫生产品 尽管它的杀菌效果非常强力 但是却没有女性清洁液和酸类产品那样的刺激性 32. 不要再用张脑球了 把熟透的柠檬表面用钉子砸满孔 放到衣橱了 清香四溢又可以防虫 33. 柠檬水可以清理血液中的杂质 让你不再受消化不良和便秘的困扰 34. 有了小擦伤或者割伤时 用柠檬汁挤在上面 或者用棉球沾取敷在上面 可以止血消炎 35. 被毒蛤擦到长了疹子会人养奶奶 擦一些柠檬水上去不仅可以快速止养 还可以消除红肿 36. 长了肉坠后用棉棒沾满柠檬水涂上 坚持下去 直到柠檬水中的酸把肉坠完全溶掉 37. 不要直接用漂白剂漂白衣物 用柠檬水配上小苏打 把衣物浸泡在里面 既能达到漂白剂的效果 又不会损伤衣物 38. 金属上很容易起锈 柠檬汁可以很容易的解决这个问题 记得擦完后要用清水 把酸冲干净并且一定要擦干 防止再次生锈 39. 衬衫并没有穿脏 只是弄脏了领口或者袖口 就拿起去干洗垫 清洗是在世花了不必要的钱 只要用柠檬汁和清水衣 一混合酒可以轻易的擦掉领口袖口的颜色 40. 在洗衣服的时候加一杯柠檬汁 在洗衣机里面会让棉质的衣物更白更清新 41. 储藏久了的衣服有时会沾上霉菌 用柠檬汁和盐混合擦在有霉菌的地方 等晾干后再做一次 就可以把霉菌的颜色全部去掉了 42. 养猫人一定很烦恼放 猫砂的卫生间味道很重 这时候切几个柠檬放在卫生间 闻起来比喷了空气清新剂还要清新 43. 减少哮喘的症状 最关键的就是要消灭食物中的毒素 所以在饭前喝就请前 喝二茶匙柠檬汁可以杀死味中食物和体内的毒素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天啊 它写在咱们一起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